我不得不再次要求發言 對剛才德國代表的講話做出回應 我剛才已經說過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 今天的會議應該是 2020年安領會舉行的最後一場會議 回覆這一年我們在安領會裡頭 既有協調合作也有分級爭論 當然也有人故意製造分裂 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 剛才不少同學的發言中都提到 一核問題是安領會裡少有的 幾個絕大多數成員 擁有共同立場的重要議題 我們本希望以對此議題的審議 來結束安領會這一年的工作 可以給大家一個開評安定 但遺憾的是 這個願望還是被德國常駐代表 剛才的發言打破 貴斯根大使剛才的發言 與今天會議的議題完全無關 與事實完全不符 與團結合作的精神完全背道而止 他剛才的發言 惡意攻擊其他成員 濫用安領會平台 獨化安領會內的工作氛圍 我剛才發言時候 向他進行報別 多少有些出於客討和外交辭令 現在我真心地說一句 康明凱是他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麼話 想要對康明凱說的話 如果你有什麼信息 需要向他傳遞的話 你完全可以通過正當的渠道來實現 沒有必要在安領會這個平台 通過公開談話的方式 來體現你和康明凱的友情 展示你對他的關心 你這樣做 其實幫不了康明凱 似乎只能幫助你 個人樹立所謂仗義直言的形象 這種做法到底負責任 你內心到底怎麼想 最後我要重複我剛才發言中所提到的 希望即將到來的2021年 帶給我們大家 健康與安寧 和平與安全 團結與合作